說到拼觀光 就我的資料看到說 其實去年整個外國觀客到台灣來大概是一千萬 一千萬裡面 陸客佔百分之四十了 天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陸客其實對我們整個台灣人工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過現在又傳出來說接下來可能就快了 四月中下旬以後呢 所以要限縮很多這個陸客到台灣來的這個手續 也把時間給他拉長 導致用這個方式來Push 蔡英文一定要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我就問陸客 因為陸客本身在旅行業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現在真的有這種情形發生嗎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這種真的是市場上的瘋傳 瘋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是事實嗎 去年 一年大陸來台灣的人數 觀光人數418萬 台灣也因此佔上了千萬觀光大國 台灣的觀光在這個幾年 馬英九任內 坦白講 台灣的觀光才有賺到錢 觀光產業好多發展 沒有錯 大家其實去年我們去看這些瘋傳非常嚴重 其實這些瘋傳到後面的證實來講 其實產業未受其力 先謀其害 意思就是根本人數沒有減少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他選前 選前就說選舉那一個月陸客砍九成 已經過 對 那個新聞出來之後大家就很擔心 結果選前那一個月 選舉那一個月陸客不降反征 陸客人增多 對 好 陸客反反征第一點 第二點 又說蔡英文勝選了之後 三月份開始陸客要少三成 結果三月份結束了 陸客少1000人 然後之後又改口了 包括什麼 包括昨天交通部長陳建宇他也說了 其實他320他就說了 他真的很就說 四月份陸客會減少 五月份陸客會減少 結果包括昨天在立法院 也說陸客會減少 從一個交通部長之資 講這樣話其實也很不得體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所有陸客的排配 5000人每天是天花板 現在陸客累積到有12萬8千人 是在等排隊 因為每天5000人 不夠就往第二天排 因為5000是一個限額 所以不可以超過 排隊10幾萬去 對 現在12萬8千人要進來 所以要消化完 要消化多久 消化到5月 差不多4月底 也就是說到4月底之前 陸客人數還是滿 有差別 去年的滿跟今年的滿 好像去年的滿更滿 因為今年的滿 只滿排隊排一個月 然後今年的滿滿排一個月 去年的滿排隊排兩個月 其實他還是滿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配額不夠 不是說他今天有人數有限縮 然後這個瘋傳一直往後延 往後延從選前到選後到3月 現在延到說4月底 要說到5月 這個期間旅遊業多慘 你知道嗎 為什麼說這個瘋傳的期間旅行 會受害 你說人數沒有減少 可是你又告訴我們觀光 旅遊業生意變得不好 怎麼會這樣 好 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情況 就是大家會恐慌 恐慌什麼 恐慌就是因為大家都預期會減少 但是實際上又沒減少的時候 變成說旅行業開始擔心會少先殺價 從大陸的主團社開始先殺台灣地階社 地階社 開始去殺油軟車 殺旅館 然後說人數會少 你要降價 人數會少 你要降價 你要先人要進來 這時候變成說 那害死我們自己人 對 就是媒體不斷的這樣講 而且又一個笨蛋部長 自己還自己先嚇自己 先自己自公 你剛剛不是江湖部長也這樣講嗎 對 就是因為這笨蛋部長 他自己也先自公 他害了自己的業者到底該怎麼辦 一個部長是講價真的不得 你也算是業者的一個立場對不對 對 沒有錯 真的沒有任何減少 都完全沒有 減少來講 你說他的這個減少這種 預期性的減少 有一個部分的減少 我確實 我承認他減少 在官方交流上 在今年上半年到5月分之前 就是那種所謂的公務公費 官方交流團 都回答我們都是說 推到520之後再來官方交流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是在看520 到底會講什麼 520之後新政府跟那個未來的 就是大陸這邊 新民這邊大概互動怎麼樣 才會決定說 因為官方交流 是拿他們政府公費 這個合理 而且這人數不多 一年才二十幾萬 所以說也不是很大的量 再來就是我們 這樣這樣的恐嚇行銷 其實對我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可是你說新聞有很多 新聞說 那個哪邊說什麼自由行簽證 簽證紙張不夠 所以不能辦理 要拖長時間 對 拖長時間 這些很多是個案 這個個案發生之後 就會變成說 好像大家會把它渲染 但這種個案怎麼產生 就是要呼應到剛剛教授講 要揣摩上意 因為有大陸很大 中央他們都沒有這樣意思 包括什麼 包括之前在 南陵舉辦的就是小兩會 兩岸旅行社聯誼會 就是兩岸的旅行業者 專門做陸科業者 還有關過台灣觀光局 到國華旅遊局 台灣觀光局是副局長帶隊 大陸是國家旅遊局的 算是他們的秘書長主秘 大家就一起開會 開會的時候 包括大兩會小兩會的官方 都說沒有這樣子的奇怪 都是治長自由的機制 好 官方當然不承認 很多的是底下地方旅遊局 或是地方的這些單位 他們會揣摩上意認為說 好像這個政治方向要對 局勢就會有這樣的揣摩上意的說法 坦白講 依我對大陸他們這種政體的了解 他們在處理觀光客問題 其實沒有錯 最終還有政治問題 因為大陸就是這樣子 向來把它觀光客 當作它外交的工具 你跟我好 我放很多光客給你 他帶來很多錢給你 可是當你關係不好的時候 光客不給你 可是兩岸問題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他也不會用這麼沒有政治智慧的手段 去處理這個問題 他用這樣子的風向球 釋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告訴就是蔡英文 未來你跟大陸關係還是很好 可是蔡英文坦白講 他也不斷透過他自己本人 包括他的政策執政黨張景深 很多都釋出了對大陸的善意 歡迎入客 這些都看得到他們的努力在做 我相信他們應該也有透過某些管道 跟大陸去做這些溝通的協調 可是這東西當然不能夠說出來 不過就我認為說 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還是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上面 要去多方的進行 增加其他國家的客源 讓自己的體質健壯 因為你單靠單一市場也不對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去多方發展 可是我覺得說 我們自己把自己做好 不用怕人家不來 因為我們只要對他友善 然後我們把我們東西做好的話 台灣在他們的出國的那個 意願度上面還在前三名 就要考量到我們台語